高二上学期,儿子由于第三次参与打群架,我被通知到了学校证教处。 和前两次群殴事件相比,这次后果更为严重。 由于导致外校同学受伤,为首的两位同学被开除。 学校也曾考虑开除甲语法,由于我多番协调,并答应配合学校教育好儿子。 学校才同意了儿子留校查看。 学校的事情暂时解决了,儿子的事情并未解决啊。 谁能保证儿子不再犯此类错误,如若再犯,学校绝不会再宽恕儿子。 怎样才能让儿子刻骨铭心地接受教训,怎样才能完全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 按照以往的思想,我肯定会狠狠地揍儿子一顿,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 但这次我变聪明了,我学会了反思,儿子为什么屡教不改,三方五字的因同学的事参与打群架呢? 儿子曾因打架两次被请到证教主,为什么还不接受教训呢? 只有一种答案,他就是说,我的家教方法是错误的,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失败的。 事实上,我对儿子严厉批评、训斥和惩罚,让孩子痛失了反思错误的过程和理清是非的机会。 也抵消了孩子原本那一丝愧疚和不安,他心安理得地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。 思想认识提高了,智慧也跟着来了。 我推心自负的盒子谈了话,我对儿子说,爸爸理解你的感受,你的内心一定非常煎熬。 闹出了这么大一件事,轻重的学校领导,折腾了这么几天,哥谁身上也受不了,爸爸正式中向你表态。 接连出现这样的事,主要责任在爸爸。 一是爸爸以前对待你的方式,基本是简单粗暴,这样做无形中影响了你的思维模式。 而是爸爸对前面发生的事处理欠妥当,只知道对你粉刺、挖苦和惩戒,没有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厉害关系把你分析透彻。 以致你对这件事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感性层面。 我的话完全出负儿子意料,按照以往的惯例,儿子准备接受更大的惩罚。 这次我的态度让儿子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,对立情绪也跑到爪哇过去。 我接着说,老爸知道你也不愿猖和这种事,同学叫你,你碍于面子,不好推辞。 你把同学情谊看得很重,所以被动地参与了进去。 儿子说,其实我真不乐意去,几个哥们都去了,我不愿乱同学小瞧我。 我说你讲义气,重情,你乐于帮助同学,说明你乐远好,有正义感。 你帮助同学的出发点是好的,但帮助的手段不太强了。 你的本意是为同学好,却没想到给同学搬了道忙,搞得同学处于被动地位。 既得赔偿受害者的经济损失,又受到了学校处分。 假设你们不参与这件事,同学可能会选择其他方法解决问题。 化解矛盾的方法很多,不一定非要用武力。 用极端手段能搞定的事情,和分细语也都能搞定。 前者会给当事者埋下诸多隐患,后者却能给人带来和谐和福分。 古人有一句话,瓦罐不离井上破,将军难免正中亡。 意思是说,用来打水的瓦罐,每天在井里井外向上下下摇晃。 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碰破在井上井下。 领兵挂帅的将军天天池逞在刀兵相间的沙场,自然也免不了血剑战袍。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大,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,打人家自己也难免受伤。 初中阶段,你用拳头打同学,造成你右手手斩骨骨折,不是最好的证明吗? 儿子啊,真正能让别人幸福的是一个人的德行、智慧和人格力量,而不是他的拳头。 儿子说,是这个道理。 当时,听说同学受欺负了,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给哥们伸赞正义, 根本没想那么多,要能看远点,知道后果这么严重,我说什么也不会去了。 我说,儿子,你说得太好,以后浴室多动脑筋,往远处看看,就不会做傻事了。 人生如奇,能多看几步才能取胜。 儿子说,不成熟的人都是考虑不周到,缺乏远见,再碰到这种事,我不会往前冲了。 我算明白了,出了事,谁也负不了责任,讲一期的结果是没有一起。 我拉住儿子的手,激动地说,你能说出这样有头脑的话,老爸高兴啊。 我敢断言,这件事一定能成为你人生的宝贵经验,化作你成长的强大动力。 孩子为什么能提高认识,为什么能从此事中接受教训,为什么会出现亲子双赢的结果? 是因为我接纳了孩子,理解了孩子,善待了孩子。 是因为我运用了教育的智慧,如果还是以前的做法,不考虑孩子的感受,劈头盖脸,批评一顿,给予一定惩罚,结果肯定会越来越糟。 孩子绝不会说,爸爸批评的太有道理,惩罚的太及时了,我一定要改正错误。 正因为我既没有惩罚孩子,也没有僵硬的说教,孩子才接受了我,理解。 也因为我没有说多余的话,没有借题发挥的唠叨,孩子才把我,我有限的话,单成有用的话,才在孩子心中留下印记。 站在孩子的角度进行思考,我们就会发现,孩子做错了事,他已经吃了不少苦,良心谴责比任何惩罚更厉害。 他的自责,他的心灵煎熬,他的沮丧情绪已经让他受到了惩罚。 这种情况下,父母如果再惩罚孩子,只能增加孩子的逆反心理,让孩子和父母对着干。 父母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,孩子反而不感到内疚了,他会理直气断地和父母唱反调。 一个孩子一旦失去了自尊心,没有了羞耻心,不感到愧疚,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 有的孩子对家长说,我就是不要脸了,你能把我怎么样? 我就这样了,谁也别指望改变我,我丢不丢人,关你什么事,真要是这样,家长拿他真没办法。 所以,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和保护孩子的生命同样重要。 我儿子之所以受到感动,后来又爆发出那么大的内心力量,是我尊重了孩子的人格,维护了孩子的尊严。 一般来讲,父母惩罚孩子时,孩子会怨恨父母,一个内心充满了怨恨是不可能接受教训的,所以惩罚往往达不到教育的目的。 大概不会有任何孩子在受到惩罚后会对自己说,我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,父母这样做是对我好,我一定要改成错误,我要更有责任心,我要更好地和父母合作,我一定要让惩罚我的大人高兴。 所以,高明的家长一般不会惩罚孩子,因为他们知道,当孩子犯错时,他们应该接受自己不但行为带来的不良后果,而不是受罚。 在惩罚的过程中,孩子会把所有的精力用到如何对付家长面上,错失了对自己不但行为的反省,以及思考改正错误的机会,确切地讲。 惩罚孩子实际上剥夺了孩子从内心深处对自己错误行为的反省过程,而这个过程对孩子的成长是最重要的,也是弥足珍贵。 没有爱战胜不了的困难,没有爱战胜不开的尖兵,没有爱打不开的心锁,没有爱逾越不了的鸿沟,不是吗? 我在儿子身上发挥了一点爱,给了孩子一点理解和尊重,竟然得到了如此大的回报,竟然有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试想,如果我们天天用心对待孩子,从内心深处善待孩子,我们的亲子关系将会多么融下? 和谐,我们将会收获多少幸福快乐,孩子将会从父母那里汲取到多少成长的力量,我们的孩子将会变得多么优秀、杰出。 一个小孩有段时间上学总迟到,老师找到爸爸谈话,爸爸知道后没有打骂孩子。 临睡前,爸爸和颜悦涉地问孩子,好孩子,你能不能告诉我,你每天那么早出去,为什么总迟到? 孩子愣了一下,见爸爸没有责怪的意识,就说,我在河边看日出,看着看着就忘了时间。 爸爸听后笑了,第二天一早,爸爸跟儿子一起去河边看日出。 面对眼前的谨慎,爸爸感慨万分,日出太迷人了,难怪你总是迟到。 这么美的风景,谁都想多看一会儿。 这一天,儿子没有迟到,放学回家,儿子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块精致的手表,下面压着一张纸条。 因为日出太美,所以我们更要珍惜时间和学习的机会。 你说是吗?爱你的爸爸。 这位爸爸是教育孩子的高手,面对孩子犯错,他没有滥用惩罚, 而是用爱心和智慧帮助孩子纠正错误,巧妙地化解了危机,收到了亲子双云的结果。 如果家长朋友痛下决心要理解孩子,尊重孩子,都能找到 理解孩子,尊重孩子的充分理由,都能找到家庭教育的最佳契机,都能找到孩子乐于接受的教育方法, 都能从每件事中挖掘出教育智慧,都能换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,都能把劣势转为优势。 既然是这样,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批评,训斥,惩罚孩子呢? 我深深认识到,骄傲不是小过失,是大错。 骄傲自满的人,实际上是犯了天条,犯了人生大己,看看我们周围,哪个栽跟斗,倒大煤,走厄运的人,不是骄横把腹,目中无人。 认识提高后,我下决心借骄借躁,力争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谦虚的人,我不敢说我已经成了谦谦君子, 但我确实有了一定的提高,比如说,能听进去不同的意见,能站在别人立场上思考问题,能从心底不记恨和我有过节的人。 在这方面,我还需要提升境界,庆幸的是,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。 儿子教我理性求知,走上家教之路,成为专业教育工作者,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,也知道这条路充满挑战,因此我不断自我加压,不断给自己充电。 我的最大爱好是读书和灌书店,每次出餐稍有空闲,我大多泡在书店里,每次总要买回大包小包的书,除了在书店购书,我还经常在晚上买书,对于买书我毫不吝啬,只要是喜欢的书,不管价格多高,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买回。 粗略计算,自2000年,自2009年,我购买各类书籍经6000册,花费10万元左右,每天读书是我的必修课,早晚各两个小时是我读书的最佳时间,每次出餐,书籍是我的必带行李,有好多书都是我在旅途中读完的。 一次,我和儿子谈起读书,儿子说,老爸,近年来,你读的教育类,社科类,例子类,文史类书籍确实不少,但你读的经典有点少,经典是知识的源头,读一本经典,抵你读好多本普通书籍。 读书不但要追求数量,更要追求字量,建议老爸,万有一定深度的书籍倾斜,尤其要读些经典和哲学,这样你的知识结构, 会更趋于合理,我说,你怎么看得那么准呢,一下子点中了老爸的要害,儿子笑着说,旁观者清。 当然,儿子这些感悟也是在读书过程中得来的,几年来,他读了不少经典,比如小罗集,伯拉图全集,书本华,思想水笔,资本润等。 他还读了一些有一定深度的小说,如罗曼罗兰的约翰,克里斯朵夫,卢梭的瓦尔登夫等。 读完这些书后,他觉得一般的书韵味不足,儿子养成了比较好的读书习惯,读书时喜欢问为什么,他一边读书,一边思考,一边做笔记。 这年来,他做了一定量的读书笔记,写了十多本日记。 约翰·克里斯朵夫,这套书他读了半个多月,儿子说,通过试问,自己思考出来的是知识。 别人直接告诉我们的是二手观点,二手信息,这些往往靠不足,别人咀嚼过的磨没味道。 儿子还告诉我,别人交给我们的知识,犹如挂在树上的气球,一阵风就会被刮走。 自己发现的知识,自己思考出来并经过验证的知识,犹如优质蛋白,能直接融化到自己的血液中,变成自己的精神。 思想的一部分,除了读书,儿子还在分析问题时的理性,儿子在分析问题时的理性也影响了我。 由于儿子善于学习,思考,沉淀,看问题有一定的深度和一定的洞察力,能看到问题的核心和实质,能觉察到事物背后的东西。 一次,一位父亲找我咨询,儿子刚好在,我让他盘听。 这位父亲16岁的女儿在初中阶段品学兼优,2005年考虑省级释放高中,在春雅文学社笔会上,一位男同学深情并茂的散文懒读,懒读让他倾倒,共同的爱好让他们交往多了起来。 他和男孩交换书看,一起切磋文学,互相改文章,敏感的老师给他俩贴上了找恋的标签,数次的咖俩谈话,甚至派同学叮梢,毕竟老是掺和。 女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和男孩接触更频繁了,父母的轮方进宫,横加干涉也未能奏效,女孩好像铁了心,和男孩不离不弃。 我让儿子发表看法,儿子敏锐地指出,依我看,女孩并不是真正喜欢男孩,问题的实质是,她有一个文学情节,她和男孩早恋是假象,喜欢文学才是真相。 两人关系深闷,父母的惊慌失措,老师的草木皆兵,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 要想淡化二人关系,除了接纳女孩现状,认可她这份情感外,还要把她的注意力往文学方面引导。 接受儿子的建议,我给这位父亲支了招,那女孩拜本是一名知名作家为师,这样既转移了女孩的视线,也了去了她的文学术院。 通过作家的辅导,女孩的写作水平有了一定提高,一年后,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作品,女孩找到了人生涵标,就把精力聚焦到学习写作上,和男孩关系日趋正常。 一个没有多少阅历的在校大学生,能把问题看得如此透彻,情目光之敏锐,思路之清晰,不能不让我刮目相看。 所以,我遇到比较大的事,自己拿不准的事,总会征求儿子的意见,总希望听听儿子的见解,实践证明,我也总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。 有时还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,接纳了儿子的建议,我的读书内容在不断调整,知识结构也见趋合理。 我的视野更加开阔了,思想也有了一定深度,实践证明,向孩子学习是引发孩子思考,激发孩子灵感,鼓励孩子求知,增进亲子关系,培养孩子自信,提高孩子成就感的最有效的途径。 我庆幸上天给我派来这么一位人生老师,这是一位无需复学会,又随时可以请教的老师,这是一位和我接触最多,对我看得最透。 这是一位最靠得住和我最贴心的老师。 这位老师,现在是我的老师,将来也永远是我的老师,我非常学习,非常诚诚地向孩子学习,我也将永远感谢我的孩子。 走出家教的误区 错误的教育和过度的教育,危害大于教育的缺失。 家教误区的本质就是,用错误的方式,试图达到一个正确的目的。 错误观念下的家庭教育,家长和孩子像一对桃冠里的稀算,双方斗得筋疲力尽,恨意重生。 错误的家教 错误的家教造就了一批心灵受到穿伤的孩子,也造就了一批情感受到伤害的父母。 惩罚的真相 惩罚并不能阻止不良行为,它只能使行为在犯错时变得更加小心,更加巧妙地掩饰,以及更有技巧而不被发现。 小孩遭受惩罚时,他会按下决心,下一次要更小心,而不是要更诚实,更负责。 美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,教育家海姆G.吉诺特博士的这段话告诉我们,惩罚往往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。 大多数家长认为,惩罚是教育孩子的重要手段,也是修正孩子错误的有效方式。 尤其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中,孩子的成长几乎每一步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惩罚。 我也没有走出中国式家长的传统教育误区,对孩子动辄惩罚,结果总是事与愿违。 儿子上高一之前,我认为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一板一眼。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,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,孩子犯错我常常是有错必究,甚至小题大做,训诫惩罚。 孩子写错了字,一个字罚写一页作业。 孩子学习退步了,要写出检查,找出成绩下降的原因,还要保证下次进步多少名。 发现孩子进一次网吧,减少五元零花钱,和同学打架,劈头盖脸,训斥一通。 甚至罚儿子面壁思过,跪地板。 惩罚的本意是帮助孩子纠错,让孩子接受教训。 结果是孩子违反几率越来越多,学习成绩越来越差,上网频率越来越高,打架斗殴不断升级。 屡屡受挫,让我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。 经过反省,我认识到,惩罚只能让孩子认为,打也打了,骂也骂了,罚也罚了,还能怎样。 惩罚让孩子有了解脱的感觉。 进一步讲,惩罚只能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。 惩罚等于公然邀请孩子来反抗家长。 我进一步认识到,孩子误解我,不接受我,和我对抗,是因为我不了解孩子,缺乏必要的智慧,没有高超的说话艺术,不足以感化孩子,并不是孩子难教化,而是自己德行浅薄,水平欠缺。 小雨凡在高二上时期发生的打群架事件,完全印证了这个观点。 原本耿着脖子等待惩罚的儿子,却因为我的理解和尊重受到了感化,因为处理得当,一次错误反而变成了改变孩子的重大转机。 为了让儿子尽快从负面情绪中走进来,我跟进了儿子的房间。 我说,看到你心里那么难过,老爸也是食不甘味啊。 有沙和老爸谈谈,把你心中的郁闷转移给我,谁烂咱俩是父子的。 儿子说,我妈不讲理啊,我问怎么回事。 儿子说,妈妈不让我出去,我依了她,她还不满足。 同学家没去完,我内心自然不高兴,我消化一会就完事了。 她不该又数落我,弄得我情绪一落千丈。 妈妈连调整情绪的机会都不给我,这也太霸道了吧。 我说,老爸能理解你的感受,妈妈的话有失妥当,我带妈妈向你表示歉意。 父母不是玩人,也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,希望你多帮助我们。 看到儿子逐渐眉雨疏伞,我感到无比欣慰。 我的共情能给孩子些许精神力量,让儿子迅速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,这不是最大的幸福吗? 一次,我给儿子讲了一个幽默小故事。 有一个人说,我今天搬住了一位老妇人,同时问,你是怎么搬住的? 这个人回答,我送他到火车站,搬他买票,搬他提行李,给他买水果。 我搬扶他上车,还给了他不少钱。 同时说,你真是一个好人,你的助人为乐精神,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 这个人说,这是我应该做的,这位老妇人是我妈。 儿子听了笑的前仰后合,父子俩曾经在极度融洽的气氛中,幸福感早已溢满了我的心田。 其实,幸福并没有在远处,他就在我们身边,走得动,吃得下,睡得香,就是幸福。 有希望,有事做,能爱人,就是幸福。 儿子向我敞开心扉,是幸福。 对儿子的那份牵挂,是幸福。 白天给儿子配餐,是幸福。 晚餐给儿子盖被子,是幸福。 吃饭时,儿子给我递筷子,是幸福。 洗脚时,儿子给我顺拖鞋,是幸福。 换句话来说,陪读带来的乐趣无与伦比,做父亲的幸福也无与伦比。 久而久之, 幸福就变成了一种习惯。 一个人天天被幸福包围着,哪还有什么负面情绪呢? 亲子关系怎么会不融洽呢? 孩子怎么能不进步呢? 在这样的成长氛围中,孩子想不健康都难。 孩子引领我成长。 西方有一位泽人说,孩子是人类的父亲。 借用这句话,我说,孩子是父母的老师。 在家庭这处学校里,作为父母,如果以平等的姿态和孩子对话,你就能和孩子成为朋友。 如果你以仰视的姿态和孩子对话,孩子就能成为你的老师。 孩子成长的过程,也是父母自我成长的过程。 陪读父亲的角色,让我彻底走近了孩子,了解了孩子,做心底更加热爱孩子,佩服孩子。 当父母真正蹲下身子,撑下心来和孩子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时候,你就会发现,孩子身上有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东西。 很多时候,孩子可以是父母的老师。 在和孩子相处的日子里,我经常向孩子请教一些问题。 儿子,这个字怎么写? 与凡,你看我这个词,用的是否恰当? 孩子,这句话读起来有点别扭,你能帮我顺一顺吗? 儿子呀,有件事老爸不知如何处理,想听听你的意见。 由于我特真诚,甚至有几分虔诚,所以每次都能得到儿子的积极回应。 知道的,他会马上告诉我,拿不准的,他会去查词点。 遇到有一定难度,深度的问题,儿子会说想好了再回答我。 这不就是我希望收到的效果吗? 我悟出一条家教经验,也可以说是人生经验。 要让孩子认可自己,要和孩子搞好关系。 又一个既简单又特别实用的方法,那就是虚心向孩子学习。 如果说最初,我还仅仅把谦虚作为一种家教艺术的话, 随着和儿子的交流越来越多,我从内心真正把孩子担成了良师义友。 遇到比较大的事,自己拿不准的事,我都会征求儿子的意见, 而且我从儿子那里往往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, 有时还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。 更为关键的是,儿子一颗少年特有的纯净和率真的心, 帮我改掉了性格中的顽疾。 儿子帮我克服人性弱点,人都是有弱点的, 喜欢意论人是很多人的通病。 我也曾陷入过这个怪圈。 以前我和朋友交流,总是高谈阔论, 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知识拥博,信息灵通。 谈起别人的缺点则眉非色舞,会声会舍, 因为心里没什么恶意,所以总觉得也不算什么大毛病。 一次我和儿子谈话,儿子对我说, 老爸,这些年你的进步大家看在眼里, 如果你希望进一步提高的话, 我建议改掉一人人的毛病。 我正要辩解,儿子接着说, 你对别人的做法不理解, 是你不了解他,社会是多元的, 别人的想法怎么会和自己一样呢? 再说,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确, 看别人十个缺点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, 但看别人一个优点就可能充实提高自己。 儿子进一步说,要想突破自己, 必须改变思维模式,填补一方面不足, 扎扎实实提高一步, 比读多少本书都好。 儿子的话,既让我自见行贿, 又让我如醍醐灌顶。 听从儿子的忠告,我在笔记中写道, 口说好话,好好说话, 没有好话,不要说话。 无论别人错得多么离谱, 都不要指责和抱怨, 别人这样做,总有他的原因, 谣言止于智者, 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, 我用这些自理名言警示自己, 并有意进行这方面的实践。 一次,我认识了两个朋友, 发生了矛盾, 贾对我说,你告诉你, 如果他在别人面前再说三道时, 看我不剪断他的舌头。 那在以前, 我可能被贾的观点左右对已产生偏见。 现在不同了, 我对贾说, 这件事你们之间可能有误会, 其实已对你蛮认可的, 我看见已, 说, 这些年老兄进步不小呀, 难怪贾对你那么欣赏, 他在朋友聚会时, 没少提你的优点, 说你人品好, 有思想, 已听得心花怒饭, 主动和贾接近, 远能兵士前嫌, 和好如初。 我把词法运用到人际交往中, 屡事不少, 比如我对某人说, 那年, 你帮王五孩子交学费, 他对你非常感激, 造六孩子结婚时, 你送过他两袋面粉, 我听他念叨好几次了, 说你是好人, 消除了偏见, 我不在意论冷, 我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, 禅处, 我欣赏的都是别人积极的一面, 美好的东西, 为使我的人际关系在提升, 人脉也在不断增多, 曾经有一个对我不太友好, 我对他敬而远资的人, 观念改变后, 我真诚对待他, 还不断帮助他,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, 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言, 我消灭了一个敌人, 别人问他用什么方法消灭的, 他说我和他交了个朋友, 儿子教我学会谦虚, 谦虚使人进步, 骄傲使人落后, 我对谦虚虽有一定认识, 但骨子里并不算是个谦虚的人, 比如说, 我听不进反面意见, 常常固执己见, 为一些小事和人争的面红耳赐, 我还认为自己坚持原则, 维护真理, 一次我和儿子探讨人生, 谈到谦虚和骄傲的问题, 儿子说, 好多人犯错误的根源都是骄傲, 说别人不好是为了表明自己好, 贬低别人是为了抬高自己, 这样做违背了一条基本道德, 可以彰显自己, 不应贬低他人, 很多人把自己当成救世主, 总想主宰别人, 改变别人, 从本质上说, 还是骄傲, 一个人真正能做到谦卑,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, 我让儿子评论我, 儿子笑着说, 不能说你有多骄傲, 但可以说你还没真正谦虚下来, 我认真思考儿子的话, 发现自己这方面做的的确还不够, 为了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理解, 我读了有关谦虚的经典, 特别是易经关于谦虚的论述, 让我有了大策大悟的感觉, 易经说, 天道亏银而易迁, 地道变银而流迁, 鬼神害银而浮迁, 人道恶银而浩迁, 这句话的意思是, 天的本性是要使银者亏损而补偿不满者, 弟子本性也是要使银者溢出而流向不淫的一方, 鬼神的本性也是损害银满者而浮运那些空虚者, 人的本性也是讨厌满银者而喜好不满者, 由于天地人神的本性都是亏银而易迁, 所以千则有福了, 其所作所为天地人神故谬助之, 故能亨通, 这就是中国人为何将谦虚视为美德的原因所在, 易经真是万经之手, 讲得多透彻啊, 骄傲的人, 天地鬼神, 人都会加害于他, 谦卑的人, 所有神灵和人都会帮助他, 我只说的极是, 一个人要进步, 要提升自己, 谦虚谨慎, 低调做人, 空碑心态, 文过则喜, 都是极重要的品质啊, 感谢观看,